DNC2022 ICT Paper 1A MC第3号题 这一题今年只有46个细细后生的一答 这题是问关于Ransomware Attack 即勒索软件 这个曾经几年前是一个很出名的Ransomware 当它用了某些方法入侵了你的电脑或电脑时 它会找里面的档案进行Encryption 即是数据加密 但是Encrypt了一个档案你没有它的锁匙你没有办法Dcrypt开回档案出来看 如果有些重要档案被Encrypt了 你又没有锁匙可以开回 你就要付负金付钱给那些黑客或者网络的Cyber criminal 还要付Bitcoin 加密货币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很恐怖的Attack 就是你被人去供打时有时候觉得感觉上有点束缩无策 那个例子你有些很重要的档案-或者很有经验冠法冠案 那那你给应铺币的 Rod alors送给负金呢 即使你给了他都未必帮你解锁 那因为我们要留意对方其实是罪犯来的 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基本上要报警 可能要收集证据证明这个案发的现场 Peter发觉他在office的电脑 我留意office不是家 开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个ransomware的攻击 问他应该立刻做什么呢 ABCD,其实很多东西都要做的问题是关键题目说明 immediacy,即当他发现的时候应该立刻做什么 我们逐个看,第一个format hard disk 这个表现上就像format ransomware 但连自己重要的data都没有了 所以看下来都不合理 第二个B,disconnect network connection 这个也有它的作用 即是立刻将电脑的网络线或WiFi disconnect connection 让这些ransomware 不会进行攻击其他电脑 概念类似是指出血线 即是有部机中了 但也不想其他电脑都中了 当然这个方法未必能够立刻解决了 那些档案被encrypt的问题 处理不到自己 但就像指出血 这个做法也挺合理的 因为那些是immediacy 立刻可以做到的事情 另外就是现在的hacker的攻击 除了透过social engineering 骗你的password 或者偷了个人之类 等他可以有机会 甚至乎穿个fire wall 进到你的network 那里 甚至乎可能操控了那部电脑 但他们未必立刻立刻进行攻击 他们会在你的network的世界里面 去找一找有什么重要的资料进行攻击 找一些值钱的东西 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才会攻击 所以那个attack和breach 可能是分开一段时间 他入侵了那个network 不是立刻attack的 到你发现的attack 可能breach 可能几个月前已经发生了 那些cyber criminals 在你的network里面 到处找东西去攻击 这个动作我们叫做 lateral movement 拉扯线应该都挺有效 去阻止 lateral movement 接着看先 update anti-rouse software 更新的防毒软件 当然都是要做 但这个是平时应该都要做 不是事发了才要做 好像忘羊保路那样 所以这个就没有那么合理 所以回到提督的字眼 他说immediately 一发现应该立刻做什么 再看d enable firewall 可能之前的 firewall 不常没有enable 现在enable 这个是什么 其实这个作用 似乎都不是那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它进来攻击一部电脑 证明已经breach了 即是穿过了 firewall 已经进来 再enable firewall 似乎都不能立刻 去减低其他电脑受攻击的风险 当然这些其实平时都要做 不是说现在不用做 只不过不是match了题目的意思 当然还有其他要做的东西 例如backup一些重要的档案 这个什么时候都要做 因为如果你有backup 即使Cypher criminal 即是encrypt了你的重要档案 你还有backup在里面 你不用担心有损失 所以最后答案呢 就是Beaver Boy